看起來好像 沒有人成就 先問一下 上個禮拜講的有什麼問題 我們上個禮拜 是很快先把 資產股代表再過 所以 資產股代表裡面 我們在一次會合 資產股代表 沒有太大的差異 下個禮拜也先 讓大家看一下 要求資產要 單獨劣勢的有哪些項目 然後 可以發現資產股代表 有一個形象 如果根據這個規則 我們是看不出來 這個能更新的造型 所以我也帶大家看 在這個分析版的書上面 其實已經講了 目前來講 我們還是會按照我們習慣的 八分層 流動跟非流動 我們不會按照他寫的 12345678的順序 來編排我們的資產 做代表裡面的資產 因為這樣的順序 又太穩亂了 比較沒有規則性 上個禮拜可以先講一下 資產的部分 那請大家先看一下 我剛剛看到 102頁 我不想你們現在拿到的書 給容許做了一點修正 因為當時候 它可能有漏掉一個字 102頁的第四頁 它這邊有 123字長期投資 再分成證券其他資產工具 123全其投資 非營業用 只有cken長期性資產 投資 第 後面那一段 長期投資在資產負債表上 通常列於非流動 我这本书呢 这个鸡刷的时候呢 它是少一个杯 那因为前几个同学问过我 所以我在我的书上面有一个字记起来 但我不晓得每个现在新买的书里头 里面把这个字给它补上去 所以如果没有补上去 因为同学可能会看到这样书上写会很痛苦 因为长期投资通常是列于非流动资 那资产负代表里面的资产怎么表达 你也当然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应该我们这个期末考证前会讲到的是生物资产 那生物资产算是 之前如果大家说不太就是没有讲到的部分 这是生物资产的 在中块里面有加进来的一个额例 那生物资产也不去跟副长 就是说他的贿资里面有很多现场 所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反应的 那下个礼拜期后面有给大家做一些的练习 那不过我刚刚看到吧 我们最后可能期末考完 我记得我应该是 我们这个上学期的时候是 提早一个礼拜考 期末考 然后呢 期末考那一周我们会上课 那当然上次我要讲无形资产 那无形资产呢 在这里有稍微提到 我大概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它这里有提到它的一些规定 基本上呢 资产都不会是死之不信 肉物之不解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不会什么 永远就是维持那样子的 除了土地 目前来讲 既然我们有地震啊 什么前一阵子不是中东的哪里地震 已经出一个 好吗 你们看到这个写的很好 那记得吗 那个什么有恩义地震的时候 九阵呢 百度的三点五十三 所以 可能有些地震不不见的 那我们讲的时候 当作有那个地震 主要有所办的 那这是什么地方 好 这样 除了在我说的 其实基本上在资产的立场里头 所有的资产都会变动 好 会因为你的使用而变动 好 它不会摆在那边 供在那边 它对你自己会用 那会用的过程里面 它已经会因为你使用而耗损掉 好 那资产所有的资产里面 它都会因为时间或者是你的使用 而减少它的价值 或者是减少它的一个账面金额 那是除了土地之外 好 所以在我们现在来看看呢 就是在会计土地里面 资产里面除了土地之外 是所有的资产里面斗的 好 那当然土地也不是完全斗 因为我们说了 土地可以做什么 做成股 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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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我们说资产重股里面 土地也是可以重复 好 但是呢 土地重复不是因为我们 而不是直接使用而造成它的价值的变动 所以我们要去谈的是 在企业的使用而导致 或者是实际的金额 而导致它的价值变动的 除了土地之外 其它都会因为你的使用 和实际的金额会造成变动 那所以呢 对了资产 流动资产在因为你会耗准 或者是使用的金额而移动 但是固定资产 就是不动资产的产品 以及设备呢 我们会因为使用或时间经过 而产生折旧 所以折旧是一个成本分摊 然后呢 无形资产也是一样的 矿产资源更是比开台之外 它的资源就越来越少 所以它是务必 势力如此 那除此之外 像无形资产 我们就要看的是无形资产 因为矿产资源或者是 不动产产和其设备 它的成本的分摊 我们都会在专章里头去做解释 看看它的账户的务势力 上面谈一下无形资产 它无形资产也是在我们的第九章中的题 那我这里有提到无形资产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也就是说 它以前 我不晓得大家在学书看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无形资产它做半摊的时候 就是做成本半摊的时候 是借贪消费用 代什么 再或者是累计贪消 或者是无形资产 直接代借无形资产 这两个科目 所以记得 第一个 无形资产会因为时间的经过 它不断无形资产会因为时间的经过而减准 因为无形资产的 它叹销的时候 是根据经济年限跟法律年限 二选一比 比较短的 我现在在谈的是103月 就是说我刚看到103月在谈无形资产 那我想无形资产里面 你要先给 因为也许我们到时候 考试的时候会考一些那个 就是观念体育的最好选择 那选择体育会考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无形资产 我刚刚再回到前面来讲 所有的资产除了土地之外 都会因为时间的经过 或者是你的使用而减损它的降低 或者是消耗掉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做折旧或折号或者是摊销 所以无形资产用的科目就是做的 叫做摊销费用 那它的代方科目它可以是无形资产 接待机无形资产或者是待机累计摊销 那这是 但是有很重要一点的观念里头 我们刚刚讲说所有的资产除了土地之外 都会因为时间的经过而减损 或者是消耗掉它的一个价值 那无形资产也是如此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无形资产 你都要做摊销费用的计算呢 好 那我们不要回过华议台 我们在做成本分摊的时候 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如果记得我们在讲会计估计变动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折旧费用 我们是不是讲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我的摊销费用 我的无形资产 做摊销费用也是类似 要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那三个数字里面 有两个数字是估计来的 跟折旧一样 跟无形资产 设备的成本分摊是一样的 折旧费用的计算是一样的 除了原始的成本是确定之外 另外两个数字是估计来的 年限跟什么 产值 那通常无形资产 我们除非有特殊的状况 或者是特殊的证明 要不然无形资产的产值 我们都假设它是令 都估计它是令 好 这是无形资产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那它的耐用年限 它的摊销年限 基本上来讲是可以 我们刚刚讲说分裕两个 一个是经济年限 一个是法律年限 好 因为我们体略者就是说 有经济年限跟物质年限 有估计资产是物质的实体公司 所以它叫做法律 就是法律上复理它的一个权力 所以叫做法律年限 二权一权它比较短的来 来帮助它的分摊 摊销没有的计算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里面 你有一定 有一个数字 有两个数字相估计 一个是什么 残值 一个是连限 那残值呢 我刚刚跟你讲 通常无形资产都界定 它的残值是零 那它的连限是法律连限跟积极连限 二权一 但是如果法律连限跟积极连限 我都没有办法确定它有多长的话 就是它有多长的时间 那么你能够提它的贪销吗 不行 所以当你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它也不需要引面摊销 所以这个103页里面 好 它说根据第二段好了 ISRAS38号的规定 有耐用年限的无形资产 应该在耐用年限内分期摊销 好 这是你有确定有年限的 那后面有告诉你的商与跟其他 非确定耐用年限的无形资产 折不摊销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个地方要告诉你说 而不是要你去寄它 我只是告诉你说 当你要去做摊销 一样要计算啊 你计算的时候 跟折就应该要三个数据加一个方法 好 那它的方法是 不形资产的摊销的方法比较简单 当然都用什么 用年限 就是直线法用年限 但是呢 它如果 然后残值三个方 三个数字里面有两个数字是估计的 那无形资产 通常它的残值我们都估计它是0 好 是没有残值的 那但是年限就一定要估计出来 要不然你也没办法用直线法去算 所以你没有确定年限的 那当然也没办法计算它的摊销被用 所以我说 这个我告诉你是 不要你去记这个文字 我要你去理解它 所以以后你未来在判断了很多东西 它这个东西 这个资产要不要 这个货物要不要摊销 要不要计算 怎么折就或成本分摊 那你就有这个规则去做判断 好 所以我说了 这句话我不希望你去背它 而是让你去理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它没有每一线可以去做计算 但是呢 虽然它不用做摊销 但是每一年你要做什么 资产减损的测试 如果有损失 它就要什么 承认 减损 好 那这是在无形资产里面 除了提摊销跟前面的折旧 这个不仲产场合级设分一样 要提折旧之外 你这样要做资产减损测试 有损失就要承认减损损失 好 那无形资产也是一样的 那第九章里面再去提更多的 因为它这边没有再提更多的 每个造成你太大的负担 好 那再来看一下 有关于权益的部分 资产是比较 长期负担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太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权益的部分 权益呢 我先讲一下 我想我再出汉及时要讲过 但先讲过 忘记了 好 我们说权益可以分成 应该说权益可以分成三大块 好 一个是投入资本 好 如果 我先讲过 那个 趁我记得的时候我就顺便把 我们的库盘里面用的原本的 那个字卡 这个文心的把 线长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忘记了 这是投入资本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好 留意 好 在我们出汉里面 大概看到的是这两个 好 居多 好 我们一支笔 我帮大家洗洗看的 也是比较好写的 好 这个字呢 第一支笔 颜色太浅 第二支笔 会分叉 好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 其他权益 你觉得 好 这个话 真的很不错 我们还不能被运动 那如果是 硬线的话 我们就会硬线 那如果是硬线的话 好 但是其他的 其他綜合損益 然後就是comprehensive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綜合損益的科目 那其實這裡還包含了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 其他權益科目可以講得比較廣一點 那如果說我們之前所講的 如果是英文來講的話 我請下來看 因為是這些其他權益 我們有一個什麼 庫長目 還有就是 北京其他綜合損益 但是這個引 Release 融arpus 也是這樣 把事情能夠 48-30 加入 Ronnie 煩水 白浪的剛好 那個是 ointedman 那不過這個地方呢 我們待會要講的 這個地方我先不講 咦 酥吐骨 這是在我們的出款處提過 在綜合主義我們在講綜合主義表的時候 我已經有提到的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不再講這個地方 但是我就說我們有三大的部分 在我們的權力裡面有三大項 這是第一項 這是第二項 這是第三項 好 第三項不在我們現在講的範圍 因為其他綜合主義我們就前面已經有講過了 我先來講一下這兩個項 第一項跟第二項 因為之前的同學有問我 那我想說雖然我們在下學期的時候不會提到 可是我們的重點是在去講它的一個結構 或者是它的主層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投入資本 我們可以根成古板跟資本攻擊 然後就是去投資打 然後就是去投資打 超額投入 欸 這是Pay in Capital 就是超額投入 就是我們在出版裡面有講過的 超面積投入 就是資本攻擊裡面 而且不單純是超面積投入而已 好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 那我的股本呢 好 就是我們出版裡面講的 就是Pay in Capital Star 那股本其實基本上用了一家公司 只要叫做公司 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好 它的股本一定是什麼? 一定有普通股 不一定有特別股 但是也是一定有特別股嗎? 好 普通股 特別股 任何一家公司 它一定有普通股 但是不一定有特別股 它如果有普通股 它只有一種普通股 但是它如果有特別股的話 它可能有不同條件的特別股 好 這是通通我們叫做股本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股東權益 我們的權益裡面分成三大類 一個叫做投入資本 一個叫做保留盈餘 一個叫做其他權益科目 好 那投入資本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塊 一個就是股本 一個是資本攻擊 那股本呢 根據它的股東的權益 可以分成普通股跟特別股 那任何一家公司 它只有一種普通股 好 不一定有特別股 一定有普通股 不一定有特別股 那那間公司 如果它沒有特別強 它就想它是股本 那你要想 它就是普通股 好 所以基本上它一定有普通股 但是不一定 可以沒有特別股 也可以有 當然有普通股 只有一種普通股 它會有兩種不同形態 或者不同權益之下的普通股 沒有 普通股只有一種 但是特別股可以很多 很多不同條件之下的特別股 譬如說 我這個特別股 是指它固定股利率是6% 但是沒有累積 所有沒有累積就是今年 沒有辦法鼓勵 有亡者疑異 好 就是過去就過去了 你不能說以前 我欠你什麼 這個就是非累積的特別股 那另外一種 我也可以再設計一個特別股是 我股利率是3% 但是累積 我同任一家公司 我可以有這樣不同條件之下的特別股 所以特別股可以很多種類 但是它可以沒有 我可以都沒有 好 但是任何一家公司它一定有股台股 好 那特別股它可以有 也可以沒有 那有 我也可以一種 也可以兩種 也可以很多種都可以 好 那資本公金呢 我們叫做超額投入 好 超額投入呢 基本上呢 它是有分 在我們的那個資本公司 台灣的資本公司分成兩個 在美國可能資本公司就一個嘛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那個 就是超面值投入 平均我的面值10塊錢 我發行的是用12塊去發行 那2塊錢就是什麼 我的超面值投入 所以這個就是意價 股本意價 那股本意價就要看前面的喔 如果你是普通股意價就是普通股意價 如果你是特別股的話呢 就是特別股意價 所以我簡單先講股本意價 股本意價就比較像英文這名寫的 Access of power value 就是超過面值的資本投入 資本的投入 超過面值的部分 所以就是股本意價 那我說股本也是一樣啊 你要 基本上這個股本要配合前面的 如果你是因為特別股意價而產生的 你叫做特別股意價 如果你是普通股產生的 你叫普通股意價 好 所以你還是要分 那我現在只是簡單一點寫 叫做股本意價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的資本公司還有一個什麼 股東捐贈 在我們台灣裡面呢 我們是把這個叫做這個股東捐贈 也放在資本公司裡面 好 那但是在國外呢 它可以叫做捐贈資本嘛 但是我不知道說它的捐贈資本 有沒有特別性價是股東 好 那在台灣我們規定 我的捐贈資本一定是股東捐贈買的 才叫做這個資本公司 如果非股東捐贈來的 我就要當作什麼 捐贈收入 叫做收入 就會跑到哪裡 水利表 跑到水利表 要做什麼 就會課稅 好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所得罪的問題 那如果股東捐贈 你要知道說當地叫做收入 還是叫做股東捐贈資本 有什麼差別 你要先搞清楚啊 因為方向在哪裡 它會後續有什麼影響 如果是股東捐贈 我放在我的權益底下 它是資本公司的一項 不列入水利表 所以它不會講稅的問題 它就沒有稅負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捐贈 好 一般的捐贈 只要股東以外的身分捐贈 全部都要認列為捐贈收入 只要它符合收入認列的原則之下 它就要承認為那個水利表上面的收入客戶 我說了要強調 不是所有的捐贈我一定承認為收入 因為有些捐贈它有些條件 這裡條件沒有達成之前 你就不能承認收入的 所以收入認列原則裡面 它如果不符合收入認列原則的一個規範的話 我就不承認收入 所以只是先放在什麼 它只是放在資產負債表裡面的一個負債科目 我們應該在講資產的時候會提到 好 這是權益的科目 好 這兩個我們都叫做投入資本 所以投入資本是指股本跟股本相關的 那所以為什麼資本公金裡面呢 有跟股東均生買的資本 那保留盈餘呢 基本上一個公司屬意的結果 它先轉到保留盈 屬意結果先轉到保留盈叫做未分配 那接下來呢 現在未分配就是什麼 接下來我要往下去分配啦 那分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分成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以跟配跟未分配 我們應該先寫中文再寫中文好 因為我們現在寫中文是中文俗 以分配 一個是未分配 請你先記得 在我們存意結果呢 會先轉到未分配 那未分配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分配 好 那分配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有其種情緒 私下會產生已分配 一個是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 好 譬如說公司法規定 每家公司 就稅後盡力 提撥10% 為法律盈利公斤 好 我們有的會計科目 然後叫做法律盈利公斤 好 這是公司法規定的 好 每一家公司 就他的稅後盡力 提撥至少百分之十 回法律盈利公斤 那法律盈利公斤 那法律盈利公斤 為什麼要提撥 公司的稅後盡力 公司法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也就是說 公司沒有 人沒有日日紅 好花沒有日日好 所以 哪一天公司總是會有虧損的時候 那如果你公司所賺的錢 錢的全部都分配出去了 公司虧損的時候怎麼辦呢 是不是會侵蝕到你的股本 好 那你侵蝕到股本 其實就會什麼 就會影響到你的負債 就是侵蝕 就會對負債 債權人沒有保障 所以法律盈利公斤 應該是說 擎貼要為禮天備散的意思 所以法律盈利公斤的目的 是要彌補虧損的 好 法律盈利公斤 為什麼法律要做這樣的規定 好 因為它要擎貼要為禮天做準備 好 所以呢 這個法律盈利公斤 就是準備萬一來 萬一公司發生虧損的時候 是拿來彌補虧損的 好 那除了法律規定之外 有的是什麼 董事會決議出來的 那是因為公司經營團隊 去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區分上面 它就是非法律上面的規定的 要跟自願提拨 那自願提拨一定是什麼 一定要經過董事會決定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自願性提拨呢 所以董事會可能人會估計 就是董事會就是負責公司的經營嘛 所以公司如果未來有做什麼 有擴廠的準備 或者是公司因為有舉債 那舉債之後就是我的資金來源呢 我可以發錢股票 我也可以什麼 借錢 那如果我借錢的話 我為了讓債權人對我放心 那這樣是我的借款利率 所以呢 我就什麼 我就讓它更感覺到很有保障啊 因為風險跟報酬是成反比 所以你給債權人 就有保障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的利率就會什麼 對不起啊 因為風險跟報酬是成正比 風險越高 它要求的報酬就會越高 所以風險越低是三點 你要負擔的資金成本的利率就會越低 所以我為了讓債權人很放心啊 所以我就在董事會裡頭 就決定說 如果我有發行債券的話 或者是有對付債的話 取債的話 我每年提播多少 為我的場債準備 好 那我是不是債權人看到 你每年都有從你的言語裡頭 提播一個場債準備 對債權來講是不是比較有安全感 所以風險是比較低 所以這樣子呢 你的借款裡邊就會變得超低 對這個就是什麼 場債準備 好 那如果呢 這樣 好 這樣最近呢 這個台積電動作 好 老師 那個未分配盈餘 就是 以分配盈餘不是當作鼓勵 把它放出去嗎 不是 沒有 那是未分配才可以把幫鼓勵 好 好 所以 待會兒我們會去講未分配 就是說 以分配之後剩下來的就叫未分配 那未分配就是拿來幫幫鼓勵 好 所以以分配是不能幫幫鼓勵 好 以分配就限制它的用途 我是已經分配了嘛 分配它這個用途了 所以你是沒有不能再把它拿來分配的 好 那第一個就是搶債準備 好 那另外呢 我說像最近呢那個台積電呢 在南科一直積極在擴廠 我們去聽它的研發替代翼的一個說明 他說那個他在南科呢 他的廠房 他說 大家如果住台北的話 是要大安生理工人 說有25個大安生理工人那麽大 在南科台積電 工他自己的廠房就這麽大 所以他一直非常積極的在擴廠 那擴廠就要錢啊 那錢怎麽來呢 一個就是什麽 外來的 一個就是自己的錢 那外來的錢呢 這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什麽 發行股票 那發行股票 普通股也會讓你的股本 越來越膨脹 那你股本越來越大 尤其是你發行普通股 越來越多的時候 會有什麽樣的不好的地方 你的普通股 補助越來越多的時候 對公司有什麽影響 那下一點 會影什麼影響 是 谢谢大家